嗨大家好欢迎回来 本期要分享的是优衣裤的卫衣系列 那优衣裤的卫衣呢是有很多款式 尤其是在秋冬季节 卫衣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单品 首先是因为穿起来很舒服嘛 再来卫衣呢也是跟各种款式的秋冬外套搭配最合拍的单品 而且又青春又简龄 本期我选择了不同款式和不同颜色的卫衣 搭出了九套look 全部来自优衣裤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咯 第一套look呢是米色的U系列卫衣加直筒裙 还有白色球鞋 这件卫衣呢来自本季的U系列 是一个圆领的设计 面料是百分之百的全棉 所以手感是非常舒适的 它的面料的针织密度比较高 所以呢也是比较硬挺有形的 肩部的位置呢会比较的宽松 并不是一个完全运动风格的卫衣 比较宽松的版型和稍微短款的设计 让这件卫衣多了一些时尚感 休闲而不失优雅 我在这件卫衣下面搭配了这条针织的直筒裙 让整体的风格在休闲中不失女性化 也不会因为卫衣和球鞋的存在就显得太运动风 或者是有种穿效服的感觉 第二套look是铁灰色的高龄卫衣加灯心绒的外套 还有长靴 我一直推荐大家在逛优衣库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忘了男装区 因为真的可以发现很多宝藏 那这套look的卫衣和外套呢 都是来自优衣库的男装 首先是这件铁灰色的高领卫衣 它也是来自优衣库男装的U系列 它是一个很优雅斯文的半高领 这样子的半高领呢 完全不会堆在脖子那边显得累赘 并且这种款式啊非常适合叠穿 略显宽松的裁剪 简约大气 配上优衣库男装款的灯心绒外套西装 在秋季呢非常的保暖舒适 铁灰色和卡其色的叠搭 在秋冬季节呢也是非常高级时髦的颜色 因为上半身是比较宽松中性的 所以下半身呢我搭配了毛泥短裙 还有长款的马靴 那整体造型呢就是这样 舒适又非常的帅气 第三套look是紫色的休闲卫衣 加上深灰色的摆折裙还有乐服鞋 这一套look呢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搭配 这件紫色的卫衣呢也是来自优衣库的男装款 这件卫衣是百分之百的纯棉 质感非常的松软穿在身上呢也很舒服 它的面料是比较厚实的 非常适合秋天贴身穿着 这件卫衣的领口呢有一个小三角 也是一个经典的卫衣款式 这款卫衣的size啊我买的比较大 是男装的L号 我是比较喜欢穿oversize的卫衣 这样子看起来呢会比较的慵懒休闲 那我搭配了一条同样是来自优衣库的风情裙 这是一条深灰色的摆折裙 那这条裙子在秋冬呢也是非常百搭的单品 和这件紫色的卫衣搭配起来 颜色是非常的优雅和温柔 我比较喜欢把卫衣折到裙子里面穿 这样子会提高腰线 显得整体的比例呢更好看 还是这件紫色的卫衣 刚刚我们搭配的是偏温柔的风格 那接下来呢配上牛仔裤和马丁靴 就是完全不同的帅气十足的风格 这件卫衣的颜色呢既不会太亮 也不会太沉稳 刚好是一个非常百搭的紫罗兰色 在这套搭配中呢 卫衣搭配一条浅色的牛仔 不会让秋天显得太沉闷 再配上马丁靴 就是一套非常青春帅气十足的风格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还可以搭上一条丝巾 让整体更加有层次感 第五套look是黄色的卫衣 加白色的风情裙 还有格子衬衫 这是一套整体偏亮色的搭配 在秋天整体气氛相对单调的环境下 这样的搭配呢可以让出游 或者是周末休闲的你 换一种非常明媚愉快的心情 黄色的卫衣还是来自优衣库的男款 这款卫衣呢我是买了好几个颜色 因为卫衣在秋天是非常实用的 既保暖又好看 既青春又减零 那这件黄色的卫衣呢 也是搭配了米色的风情裙 秋天除了卫衣 还有一个常备的单品就是格子衬衫 在这一套上我选择了颜色比较深的格子 这样子在整体的颜色上面有一个中和的作用 而格子本身除了穿在身上也可以作为配饰 像这样轻轻搭在肩上或者系在腰间 是不是比穿在身上更有个性呢 接下来是一件喀色的连帽短款卫衣 这件卫衣非常的轻巧 因为它是一个运动的高弹面料很稀汗 洗过之后呢也很容易干 除了可以日常搭配 秋冬出门运动穿呢也是很舒服的 那它是一个比较短款的设计 所以我比较喜欢搭长一点的衬衣 这样子呢下边会长出一部分非常有层次感 我在这件卡瑟衣下搭配了格子衬衫 短裙还有长款的马靴 这一身是比较适合 南方温度还不会很凉的秋天 如果你住的城市啊已经比较冷 可以在外面加一件厚的长外套或者是大衣 整体的造型呢就很有层次而且很实用 还记得第一套造型中的博款卫衣吗 半高领的卫衣呢非常的简约 虽然是宽松的版型 但穿起来完全不会松垮邋遢 这套造型是博款的卫衣加阔腿裤的look 如果脖子没有那么长的朋友呢 我也是很推荐你选择这种半高领 这样子会显得头身比例更好 那这套look是非常简约的卫衣配阔腿裤 配饰上呢我加了一顶格子的毛泥鸭舌帽 这种鸭舌帽搭配起来呢很有复古和文艺的气息 也是秋冬季既保暖又可以凹造型的百搭单品 这一身呢是我最近出门都在穿的 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我也很推荐大家试试这套搭配 这是一件优衣库女士系列的连帽卫衣 他们的广告画册上呢就是这一件 我第一眼看中的是这件卫衣的颜色 它是一个非常清新的草绿色 当然还有常规的黑色啊 咖色或者是米色 但我个人呢是很推荐这个草绿色的 在镜头里看和看实物的颜色啊 几乎没什么色差 卫衣的两侧呢是有开叉的设计 很适合内搭衬衣的叠穿 再加上宽松版型的设计 我搭配了米色的风情裙 浅色的中跟鞋 整体就是一个很温柔很清新的效果 上一套绿色卫衣的搭配啊是比较温柔清新的风格 如果你喜欢走帅气的路线呢 卫衣配短裙或者短裤 再加上长靴也是非常帅气俐落的 比如这身搭配 这一季的卫衣呢我买的都是oversize的马术 因为卫衣太合身的话 反而会显得有点拘谨 像是穿运动服的感觉 马术选大一点的话呢 也更适合搭配长靴 长靴配上卫衣的话 其实是非常时髦的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优衣库卫衣系列的分享 希望有你喜欢的款式和搭配 这里是哈哈talk 也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转发 还有留下你的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